有個愛心的形狀 徐碧達用心的解說畫作 就是他的妻子朱岳君 自十年前左右所獨創的畫派直覺畫 作畫時完全是放空的 完成之後 卻能從中深刻感受到畫者遇傳達的情感 且在心靈上得到療癒 我跟我先生 從畢業之後 就是一直在追尋內在心靈層次的修行方面 在有一次打坐之後 然後有一個敏感 很自然的就拿起筆 用直覺把頭腦都放空 用內在身心靈合一的力量 跟我們的感覺 直接作畫 那每一筆都是很肯定的 跟一般必須用頭腦去構思是不一樣的 夫妻倆都不是竹山人 卻與這個地方相當有緣 九二一後就曾在竹山經營過兒童畫室兩年 之後也經常到竹山遊玩 現今則是許碧達為了原妻子的夢 在他們所愛的竹山 花了一年時間 親手裝潢打造了直覺畫美術館 我太太一直跟我講說 如果可以的話 她最大的心願是要成立一個美術館 然後讓所有想要看直覺畫的人 他們隨時都有地方 有機會可以看到直覺畫 然後可以一次展出比較多福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靜下心來 邊喝咖啡邊欣賞畫 那我們也可以解說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美術館目前也都可以免費參觀 推廣直覺畫 他們不只希望大家來畫 更希望幫助每個人找回心中的直覺 因為在繁雜的生活中 我們已經太習慣忽略自己內心的想法而感到不快樂 那直覺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只是我們已經不習慣去用它 太久沒有去使用它 所以直覺畫推廣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個人可以往內去找自己內在的直覺 達到身心靈合一的境界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種感覺去過生活 去工作 去做每一件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樂在我們的生命生活當中 在每一個當下得到滿足跟快樂 議員蔡宇柱也歡迎大家有空 可以到竹山的直覺畫美術館 體驗前所未有的放鬆 竹山鎮大致路上有一間 朱老師還有她的先生 他們兩夫婦共同 來經營的美術咖啡館 他們裡面有很多的作品 看他們的作品 我們的身心都非常的舒服 也歡迎大家有機會到直覺畫美術館 來欣賞朱老師的作品 也來品嘗他們的好咖啡 竹山的直覺畫美術館 目前可免費入館欣賞 並接受導覽 議長和盛峰邀請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到此來走走 迷信聰寵心儀竹山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